东方白石认为是龙刚杀死了石威天 要抓住龙刚将其处死 龙刚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随即与东方白石大打出手 可奇怪的是 本来以东方白石的武功 对付一个龙刚绰绰有余 现在竟然迟迟无法拿下 还要东方玉和杀神帮忙 龙刚更是非常勇猛 以一敌三不落下风 这一切刚好被龙秀看在眼里 龙秀趁机来到了藏书阁 开始在书架上大肆翻找起来 似乎是要盗取什么东西 然而龙秀不知道的是 三个人影已经悄悄来到他的身后 原来这是北唐墨和东方白石两人 设下的影识出动之际 龙秀果然中计 来到藏书阁盗取南火玄弓秘籍 破坏众人修炼玄弓合体 龙秀眼见自己身份暴露 猛地抽出长剑一剑挥出 将防备不及的袁孝天三人打盗 紧接着施展轻功玉要逃走 却被等候多时的东方白石拦住 伯父 你果然猜得不错 真正出败凡人骨的人是龙秀 他还偷了龙刚的刀骨 我们不能放过他 玉儿 东方玉和杀神文言 放开了龙刚和丹丹两人 龙刚这才反应过来 东方白石是假意捉拿自己 借此引诱龙秀盗取刀骨 如今真相已经大白 龙刚感到非常的痛心 质问龙秀为何要出卖凡人骨 袁孝天文言让龙刚不要白费口舌 龙秀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眼中全是冰冷无情的杀机 东方白石猜出了事情的真相 认为龙秀是中了 一水寒的迷魂舌坡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东方白石慢慢靠近龙秀 试图说服龙秀束手就擒 哪知龙秀对此冲而不闻 突然一箭刺向东方白石 与东方白石动起手来 东方白石使出唯我独尊 一招将龙秀打晕了过去 北唐墨上前替龙秀把脉 认为一水寒迷魂射破的功力不足 龙秀中毒不深尚且有救 作为夺魂三世曾经的修炼者 北唐墨知道要想修炼夺魂三世 就必须有至阴至阳之地的帮助 于是他将龙秀绑在四个火盘之中 准备以酷热相逼破解迷魂射破 并且在北唐墨的事宜下 东方御用出了龙行针辅助 无法无天看在眼里大呼不妙 若是龙秀清醒过来 定然会暴露他的内奸身份 不如趁此时机早做打算 半个时辰后 迷魂射破解除龙秀恢复了理智 一水寒也遭到反噬受伤不清 什么 迷魂射破几来给他们破了 我差一段说大功告成 令龙秀破了神功合体 结果功亏也亏 可恶 一水寒的心中很是不甘 可他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认为迷魂射破就有如此威力 要是再练成亡魂沙破 对付袁孝天这群人 还不是手道擒来轻而易举 画面回到凡人谷 龙秀终于清醒过来 恢复神志的同时也恢复了记忆 说出是无法无天掳走了他 将他带去奇目风交给了一水寒 本来真正的叛徒是无法无天 糟了 从一开始就没有见到无法无天 他是不是见世纪败入 已经逃跑了 快 分头去追 在东方白石的命令下 众人合力追击起了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这个奸贼早有准备 刀谱威胁袁孝天不准靠近 刀谱是关玄公合体的大忌 袁孝天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无法无天提出只要放他一命 就将刀谱还给众人 袁孝天为了玄公合体 只好答应了无法无天 袁孝天 刀谱还给你们咱们后会有期 够了 刀谱被他给毁了